韓國瑜愛吃拉麵 兩度都選擇同一家拉麵店用餐 第一次在北車吃辣肉味噌口味 第二次在桃園高鐵 點的是吃完拉麵 也有辣味噌 看來辛辣濃郁豚骨風味的拉麵 讓韓市長愛不虛口 我都可以 牛肉麵也可以 洋村麵都可以 好希望韓市長林檢也順便來吃麵 高雄發大財 高雄一家拉麵店老闆 恰巧看到韓市長在附近林檢夜店 瞬間變成韓粉見面會 超羨慕 hold出許願文 希望也能讓市長嘗嘗看到地博多風味拉麵 很希望很希望 非常希望 對對對 因為聽說他很喜歡吃拉麵 所以有空的話 對來試看看 到底的日本拉麵 如果市長喜歡吃蒜頭的話 可以加蒜頭 喜歡吃辣的話可以吃辣 40歲的廣田老闆是台日混血 傳承博多拉麵手藝 推薦自家雞心豚骨拉麵 給愛吃辣的韓國瑜 他說去年中才回高雄 跟朋友合夥開店 恰巧遇到高雄市長選舉 就是投給韓國瑜 比去年我回來說還多 人潮沒有多 對 就是夜市的部分 對 夜市的部分 對 他如果有來吃麵我剃光頭 你要剃哪個部分 想要跟他 中間 中間嗎 就不中間而已嗎 對 只辣中間 廣田老闆的合夥人也是死中韓粉 直言民進黨執政後 高雄經濟一落千丈 所以對韓國瑜有大期許 如果能來小店吃麵 他也說要當場把小平頭 辣成韓市長禿頭 甘願犧牲色相 就是希望能目睹韓市長風采 記者 陳生意 錄影節高雄報導